有一个师兄梦到了包军天送给他一个送给他写的四个字 护持正法 但是但是师父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什么意思还不懂啊 叫他护持正法呀 这个四个字嘛就这个四个字呀 护持正法呀 明白吗 凡是爱国爱民的 凡是对国家好的 对人民有利益的 让自己能够生心得到解脱的 能够让自己不烦恼的 能够让自己精进的 解脱自己的境界的 那都是正法呀 对不对啊 是的 因为这个师兄只要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遇到就是说一些苦的时候 遇到苦的时候 他马上他就想到了师父 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说师父比我们还要困难 我们对点算什么 他的印象就是非常非常的 他都蛮会想的 是的 因为有的时候他就有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就是也不开的东西 他马上就是有一段白花佛法里边的东西 马上他就是能想到了啊 我这么做应该是怎么怎么不对的 他就讲到了师父所说的话 好好学习 任何事情在世界上都是不容易的 好师父 感谢师父 我稍稍要